一支视频一个富人观念 这里是死为自负 赚钱的核心是什么 无非两种方式 用时间赚钱以及用价值赚钱 一个人穷是因为他把钱当命 一个人富是因为他把钱当工具 金钱的游戏规则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90%的财富和资源都掌握在最顶尖的1%人手里 剩下10%的财富让我们这些99%的人在争夺 我们中的很多人对财富是多么的取之若鹜 却又不知如何做到 如果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 我们是很难真正学习到世界最顶尖的1%的富人思维的 只可以透过各种分析和研究来学习他们的支付模式 今天 思维支付就研究了当代最成功的几位企业家们 探讨富人是如何成为超级财富创造者的 我们普通人可以从中学习什么模式和思维 创造财富方法千万种 但是规律和模式确实有迹可循的 还是提醒一下 我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更多 关于财商教育和个人成长视频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 也可以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一般人的赚钱认知 就是每天工作至少8个小时 每个月赚几千块钱 希望可以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 但是你有计算过吗 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赚取第一个100万 一个月赚4000块钱 一年大约5万块 10年50万20年才有100万 当然这当中我们删除掉了加薪和通膨的因素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变成富人必须改变的第一点 我们必须避免用时间换金钱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收入会被时间限制 每个人每天只有24个小时 但你不可能每天都花24个小时来工作 即使你长年累月加班 期望可以自己多赚点加班费 限时是这始终有限度 你永远都会被时间所局限 从而限制你最后的收益 第二你能够产生的影响也会被限制 当你一味的为金钱而付出你所有的时间时 你是在放弃了对生活的热爱 对兴趣的追求 因此你必须先改变思维 用时间去换金钱 变成用价值换金钱 想想自己有什么过人的技能 知识资源 然后利用这些技能创造价值为身边的人 社会带来改变 唯有这样你才可以不被时间所限制 反而能够利用价值创造来把时间效益放大 最大化的为自己创造财富 那你觉得赵95的工作模式能够让你真正发挥你隐藏的资深价值和技能吗 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打工王帝的例子 可是需要注意的是 打工王帝一般上都持有公司的股份 因为股份的起落而影响本身的资产收入 这里可以说明打工王帝其实也是企业家 利用本身的技能来创造价值 因此你需要的就是开始一个生意 说到创业你可能会说我真的能吗 真的可以吗 如果你会提出这个问题 那可能是因为在你的印象里面 创业就必须是大公司 必须是跨国企业 必须是高科技企业 可是你是否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 再大的企业王国也是从小做起的 亚马逊一开始是由创办人贝佐斯一个人开始的 面子书也是由马赫和大学同学在数十八起 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你必须搞清楚自己的过人之处 你有什么别人没有的核心竞争能力 然后想一想这过人之处怎么样创造价值 换言之你要发现问题发现需求 然后用本身的技能来为你所发现的问题和需求提出解决方案 第二要创业 创业能够把时间的限制最小化把价值最大化 你可以在不被时间所限制的情况下 尽可能放大价值所可能创造的财富 唯有这样你才可以为消费者解决问题 满足市场需求 甚至是制造需求从而获得收益 说到这里如果付出行动的话 几年后你或许已经在创业的路上了 生意也可能还不错 业绩也是稳稳的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安于现状 觉得这应该足够了 至少自己不会再被朝九晚五的生活绑住 也不用看老婆的脸色 但是这可能也是一个陷阱 安于现状可能会是温水煮青蛙 你需要做的是时时刻刻 为自己争执 为本身的生意争执 那意味着什么呢? 你需要重新投资 那投资什么呢? 你可以将心思放在扩充你自己的生意 你可以透过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 可以开分店 聘请任何员工 提高顾客群 增加生产线 有些生意会进行和平 让你资金更加雄厚 进而往外再投资 多元化业务 这样的操作方式已经是遇见不鲜 无论是在早年发迹的富豪们 还是后来崛起的年轻富豪们 他们都是不会把自己 局限在某个发展领域和程度的 反之只要有机会 他们将会继续再投资 把自己壮大 如果按于现状而不做出改变 你的格局就是局限于此 在竞争激烈的情况底下 你很快就会被淘汰 很多人在创业之后长到甜头 可能就会得以忘形 过上挥霍无毒的生活 如果没有进行再投资 可能还会坐视三空 所以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在为本身的业务创造价值 增加价值的过程当中 增加的必须是资产 而不是负资产 当然公司拥有债务是很平常的 适当的债务甚至能够为企业提供 灵活的财务调度和运用 但是这债务必须是处于健康水平 因此当你的技能能够创造价值 并且为你制造财富时 你会想要买一名贵一点的跑车 住上豪华的房子 我想这没有人不要吧 而且这应该也是很多人追求财富的总体目标 这也无可厚非 毕竟是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是应该奖励自己的 可是这里要说的并不是阻止你享受价值换来的财富 而是你要利用价值换来的财富 去创造更多的财富 因此让你决定花一笔钱来购买某个奢侈品时 需要问自己 这东西会为我创造更多价值 制造更多财富吗 我需要的是资产 而不是负资产 换句话说 我们应该将追悉放在能够制造财富的资产上 并且让这些资产为我们创造更多现金 这样才可以让你永远不绝 拥有想拥有的 说了这么多 如果只是智商谈病 也是于事无补 最重要的是将所想和所说付出行动 你可能会有顾虑 我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是这样做吗 会不会有风险 会不会最后把钱都亏了 有些人可能会考虑在创业上 会遇到很多法律问题 行政问题 市场问题 不要怕 这些都是正常的 这代表说 你有在思考 有在计划 如果你可以在毫无准备下 就冒然入场 你可能就会被生吞 因此你需要的是一份详细的计划 尽可能覆盖你所想象到的所有问题 并且为这些问题预先提供方案 比如说法律问题 这些都是可以透过法律咨询所解决的 当然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风险问题 顾客来源 是可以透过观察和评估后有个预测 但这并不是绝对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有风险就不可以行动 很多问题在初期你也可能预料不到 又或者你早期想到问题但始终没有答案 这也是很正常 因为有疑问 时宜就是要做了才知道原来解决方案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 就不需要面对风险 问题也不会被解答 可是同样你就得继续上班 用有限的时间换取有限的金钱 很多人会说 哎呀你讲的我都会 讲到这么厉害为什么你自己不做 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问题 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困在99%的群体里面 没有实现的梦想 没有行动的计划 始终是一个梦 其实如果你仔细听刚才我所讲的 你会发现这并不是要靠你 好高骛远 要你发春秋大梦 而是有计划性的 把想法变成行动 要得到回报 就必须先付出 所以是时候从梦里醒来了 探索自己的一技之长 研究市场的空缺 探讨消费者的需求 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这样就算你不能成为1%的人 至少你也可以为自己创造价值 制造财富 最后实现财富自由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句话 父亲没说钱难赚 就不赚了 母亲也没觉得孩子不争气 就不要了 我们更加没有资格说放弃 以上就是思维致富 今天的节目内容 希望今天视频 能够让你在追求财富路上 多一项启发 欢迎你也可以订阅 随之父的频道和按下铃铛 你的按赞和订阅 是我们做下去 最大的动力和支持 祝你在新的一年里面 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